老子庄子的智慧谁叫他 再往上去摇身于上 历史上成为大圣人 他们留下的教会谁叫他 无疑不适 无私自动 那个自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心清净 心里没有咋念 啊 掉到什么程度 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没有分别 没有之处 严禁四在色相上磨练 耳闻身在阴身上磨练 啊 吃饭不能别吃了 谁跟在味尘上磨练 练什么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止住 就练着功夫 啊 完全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自信 这就是三倍 这就是真定 啊 这就能开智慧 所以我们穿着吃饭 都错了 不会啊 吃饭是讲求味道 啊 这个很喜欢吃 多吃几口 那个不喜欢吃的就摆到旁边 啊 衣服要选自己喜欢的 款式 颜色 这都是高流的轮回 修行人 从睁开眼睛 一天到晚 在境界里练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止住 用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方法无量无别 啊 海贤老和尚 用一句阿弥陀佛 成功了 啊 一句阿弥陀佛 九十二年 眼见一切是阿弥陀佛 好看的 阿弥陀佛 不好看的 阿弥陀佛 通通归阿弥陀佛 没有自己一点意思的理由 啊 听音声 啊 音乐 阿弥陀佛 噪音 阿弥陀佛 完全不受外面干扰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一声接着一声 念了九十二年了 功夫了得 一百一十二岁 还爬树啊 啊 有些信徒就看他 他庙门口有棵狮子树 他爬到树上就折四次 给大家吃 啊 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 让我们看到 啊 说明什么 年岁大 体力不衰啊 啊 这是怎么成就的 静随心转 他的心不衰 他的身就不衰 他心清净 身就清净 是这么有个道理啊 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的 啊 这个 不分别 不执着 不齐心 不动念 难啊 齐心动念 很威胁啊 我 你看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这个生命 我们 连概念都没有啊 你怎么能把它支出 不可能 所以要用方法 啊 一般的方法 读经 读经的时候 妄想不会生起来 杂念不会生起来 啊 也用不住分别支出 老老实实念下去就好 讲究变数 啊 一千遍的时候 做一个检验 看效果 是 然后两千遍 再做一个比较 信心就生起来 啊 三千遍 就有大受用 啊 发达成死 三千遍发花间 他能开悟 永明严寿大死 也是多发花间 多了一万多遍 啊 他称为 禅宗的 大车大物 禅宗中的 第六代祖师 他晚年念佛求生禅度 啊 真到基督世界去了 啊 真了 啊 真了 大黎 大 הה羊 百分之 唯一 不肯定